他是拯救世界的超人 同时也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每次行侠仗义的时候 都会给政府和老百姓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磕一个头放杂屁 行善没有做恶毒 因此在群众当中有着吉他的口碑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动作片 全民超人汉考课 警察正在公路上追捕三名穷雄极恶的嫌犯 双方一前一后展开了激烈的强战 整天酗酒的汉考课正在路边睡懒觉的时候 被一位小朋友给叫醒了 电视上正在现场直播警匪枪战的画面 在调戏完一位过路的小姐姐之后 汉考课蹭的一下子窜了出去 在飞往枪战现场的途中 这哥们毁坏了不少的公共财物 把正在追捕嫌犯的警车都干翻了好几辆 虽然他凭借超能力成功惩治了嫌犯 但相较于他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嫌犯干的那种坏事就不叫事 警方在电视上公开发表声明 说如果汉考课不跟着添乱 洛杉矶会更加的和谐 大老王是某公司的资深公关经理 由于思想过于的超前 他提出的慈善捐助方案 被所有利益虚心的资本家们给否决了 心情郁闷的大老王在下班的途中又遭遇了堵车 而他的车刚好又停在了铁道上 眼瞅着火车呼啸而来 汉考课及时出手把他给救了 但由于汉考课的方式过于的野蛮 再次给别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大家伙围着汉考课指手画脚 纷纷指责这位超级英雄的恶劣行径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大老王却非常感激汉考课 他坑枪有力的驳斥了群众们对汉考课的批评 俗话说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 汉考课在大老王的要求下 直接把大老王连人带车送到家门口 虽然方法粗暴了点 但却避开了下班时的广告风 大老王的老婆金发姐看到汉考课之后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表情 有点紧张又有点尴尬 大老王热情邀请汉考课在家里吃晚饭 但金发姐似乎有难言之意 婉转的提出了反对意见 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大老王接纳 为了感谢汉考课的救命之恩 大老王决定利用自己的特长 帮助汉考课打造出良好的形象 让他成为一名老百姓爱戴的超级英雄 汉考课考虑了一晚上 觉得大老王的想法很有建设性 于是第二天就来到了大老王家 顺便也给市政部门增加了一些工作量 在大老王语重心长的说教之下 汉考课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觉得自己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确实有些过分 这时候电视上又播出了谴责并将逮捕汉考课的新闻 大老王的策略是 让汉考课认罪并进监狱服刑 当洛杉矶的犯罪率上升之后 警察局和民众早晚会请汉考课出身帮忙的 汉考课接受了大老王的建议 当着公路的面发表了致见声明 随后汉考课被送进了监狱 和一帮罪大恶极的罪犯关在了一起 这帮人里面大多数都是被汉考课送进来 其中有两个哥们还不太服气 被汉考课结结实实的教训了一顿 当汉考课听说自己被判了八年徒刑后 气得当时就想出去 但是却被大老王给拦住了 大老王的一番金玉良言 让汉考课最终冷静了下来 他决定还是按照大老王的计划行事 等着警察和老百姓主动来求自己 接下来大老王对汉考课的行为进行了纠正 首先在着陆的时候 汉考课不能再砸坏地面 总而言之 大老王希望汉考课在行动的时候 尽量避免造成财务的损坏 汉考课被关进监狱仅仅五天 洛杉矶的犯罪率就上升了30% 大老王意识到汉考课很快就要出山了 他特意为汉考课设计了一套超级英雄的服装 可两个星期过去了 汉考课依然没有收到邀请他出山的消息 他有点坐不住了 想离开这个乏味的地方 但经过深思熟虑 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终于有一天 狱警打开了他的牢门 说警察局长要请他帮忙 一伙穷凶极恶的银行劫匪 此时正在跟警方对峙 银行里还有一群被浑身绑满了炸药的人质 汉考课穿着大老王为他定制的服装 头一次安全的着陆了 他首先用保守的方式解救了一名被困的女警 然后冲进银行开始收拾这帮劫匪 他记住了大老王交代他的话 尽量在不迫害公共财务的情况下 圆满完成任务 劫匪投资的手已经按压在了遥控器的弹簧出发开关上 他要求汉考课帮他打开银行保险库的大门 但是被拒绝了 汉考课用了最安全的方法 因此当他走出银行的时候 受到了围观群众热烈的欢迎 汉考课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真正的超级英雄 在跟大老王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汉考课聊起了自己的身世 说自己以前很可能只是个普通人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导致头骨破裂 之后就有了超能力 但由于失忆 之前所有的事情他都不记得了 而他当时的随身物品只有口香糖和两张电影票 而这件事发生在80年前 令汉考课郁闷的是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亲戚朋友寻找过他 因此才导致没有亲人愿意和他相认 听了汉考课的讲述 金发姐禁不住是热泪盈眶 并寒情默默的看着这个超人 把喝多的大老王送进卧室之后 汉考课来到了厨房 这个花花公子似乎看出了金发姐的心思 而金发姐也没有躲避的意思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二位太不像话的时候 金发姐突然一甩手就把汉考课给扔了出去 能把汉考课摔成这样 看来这个金发姐也是大有来头 汉考课也梦圈了 为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发姐如约来到了汉考课的家里 原来他们这类人在过去统称为神灵或者天使 不过截止目前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了 缺德的造物主把他们成双成对的创造出来 但又不让他们结合 只要是一男一女谈恋爱就会变成普通人 其他的超人都是因为相互配对之后变成普通人挂掉 汉考课和金发姐在八十多年前正是好上了 出事的当晚两人刚看完电影往家走 就被一帮小混混给偷袭了 在这场袭击中 基本上已经变成普通人的汉考课不仅受了重伤 而且还失忆了 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金发姐这才离开了汉考课 他隐姓埋名和大老王结了婚 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但他们两人存在着某种心灵感应 汉考课最终还是来到了金发姐所在的城市 并且两人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金发姐意识到这么下去早晚会出事 因此才不得已现实说出了事情 他希望汉考课赶快离开这里 两人的距离越远越好 好不容易找到了组织 孤独的汉考课当然不愿意这么离开 况且金发姐还曾经是自己的老婆 但失忆的他此时还没有意识到 正因为他和金发姐走得太近 他的超能力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在帮助超市老板处理抢劫事件时 汉考课被劫匪打伤了 金发姐来到医院 劝告汉考课马上离开这里 这样他的超能力也会很快恢复的 他还能继续行侠仗义当超级英雄 两人正在叙旧的时候 监狱那边发生了暴动 领头的正是上次被汉考课抓获的银行劫匪头子 而在监狱里被汉考课教训过的那哥俩为了报仇 拎着枪来到医院准备干掉汉考课 快变成普通人的金发姐当场就中了枪了 汉考课用剩下的一点超能力跟歹徒展开来搏斗 但失去了超能力的保护 汉考课很快就伸中树枪倒下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大老王其实出手把汉考课给救了 为了挽救金发姐的生命 汉考课只好忍痛离开了洛杉矶 虽然金发姐的年龄比埃及法老还大 虽然金发姐和汉考课有过一段缠绵匪色的爱情 但这些大老王都不在乎 他仍旧深爱着自己的老婆 而此时的汉考课正在外地继续着他拯救世界的工作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爱情是为穿肠药 神仙他也躲不掉 造化弄人好虐心 简直缺得毛了泡